我要特别 凯枪 那个 于凯还在 于凯在吗 他走了 他知道我要介绍他 他在走了 他是 其实政府里面有一些 有良心的官员 不一定是新上帝 也许是信佛祖 可是他们是 他们也会有 其实他们也有良知 对不对 其实在书里面也写说 官员也想把事情做好 他们也不想 他们也不想违法 他们也想把事情做好 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在未来的策略 抗争或者是 在诉讼公民抗争的策略上面 有把纳略撕毫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就是 当然我们也都很不舍 张老房的老板梁同 彭舅春理事也在现场 我们请他来跟您分享一下 好 专业 对 专业 对 专业 不好意思啦 是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要讲神我 我只有要感谢 很幸福一间记者 他真的 很认真啦 很认真啦 很信心的一个记者 不是 应该不会叫我上牌 除了只要 而且可以 可以 有种纪念而已 不要超过纪念 所以很感谢 首先记者 今天有出这个 环境的 有关环境议题的 那么 卫生黑色 会在共献很多 我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我们现在就去除备 看好笑 这边讲这段话 都接下来不需要讲什么